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你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是你爷爷还是我爷爷呀 你看看他笑那样 嘴都到耳朵上了 就你俩那一样的臭脾气 我敢肯定一定是亲爷爷 我哪有他那么不讲道理 不愧是爷爷买的 真香 要不要吃一口 不吃 大师兄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坐 师父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让我跟你送过来 我就等着这一口呢 快 爸给咱们做菜 分一下 这是什么 米饭吗 来 都是你爱吃的 吃吧 就是我爱吃的那口 咱们搬出来唯一的不好就是 没法吃到伯父的菜了 嗯 所以你们俩 要经常回武馆 师父师娘 天天都念叨你们俩 最近设计部也太忙了 等忙完这一阵我们就回去 说到这个我差点忘了 设计给奥帮提交了 你们先吃着啊 吃完再弄 很快的 别怪我这个做大师兄的 没提醒你 前两天我和杜宇川一起喝酒 他好像真的喜欢上静静了 什么 你跟静静从小一起长大 你俩怎么没走在一起啊 静静就是我的妹妹 我们两个太熟了 我对她呀 就和对亲妹妹没有区别 我呢 吃亏就吃亏在认识静太吧 你俩想了 被那个固容给切足先登了 喂 不会吧 你真的喜欢上静静了 怎么 我比不上那个固容啊 他 他敢 我觉得吧 他还挺认真的 告诉他啊 没戏 我什么身份立场 这话我可说不了 不过我看那个傻丫头 应该还没有察觉 我上次就说了他们俩的事 就弄得挺不愉快的 我不想让静静总觉得 我是一个不讲道理 爱吃非醋的人 妹夫 你不就是泡在醋缸里长大的吗 其实静静这个事吧 我觉得她也没什么信心 她其实还是一个挺自卑的人的 是吗 是吗 在公司里头 我都觉得属她最高调了 有的时候 越是粉饰的东西啊 往往就是越缺乏的 中学的时候 她爸爸就去世了 她妈带着她 家里没什么钱 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好了 那你先吃吧 我先走了 没吃几口啊 不打架你俩二人世界了 都收拾了 不许让静静干活 你告诉她啊 没戏 你自己解决吧 解决什么呀 我让你告诉她没戏 我 막说静静 był说 ambassadors 他是不是都逼连任是的 那个金贾啊 我问你个事啊 问 你觉得 你做我女朋友你累吗 不累啊 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追你的话 你会不会就不要我了 没发烧啊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当然不会了 那就好 这可是你说的 你立的核杆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平时没见你那么宝贝我 在乎我 你今天说的话 都不像你平时说的了 你怎么了 受个什么刺激了 你可别得意啊 怎么样啊 这设计稿 你怎么回事啊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缺了点帅气 又缺了点呆萌 感觉遇到瓶颈了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你觉得呢 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 再改改 来 总监 给您 好了吗 好 你们这儿 这儿都改善了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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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天就周年庆了 你们稿子出来没啊 每个人都出了一稿 这张还行 这是苏静静的吧 他人呢 顾总 静静去仓库了 赶紧把最终稿拿出来吧 我们还要留时间给工厂抢工呢 不过 梁耀忠的授权拿到了吗 先用这稿子顶着吧 周年庆这么大的事 绝对不能出什么岔子 另外 你们的工作是确保 三天后的周年庆 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 其他的 不管你们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必须给我留在这个办公室里 如果我要是再知道 有什么泄露的情况出现 我不介意裁掉你们整个设计部 这件事不需要告诉苏静静 好了 大家继续工作吧 你就是这样子吗 对吧 你就是这样子吗 对啊 好 来 那这样子 可以可以 缘分的这个颜色 那我会不会好看好时间 好 怎么样了 我要的东西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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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最后一点了 可惜卡壳了 你看 他的下半身 我已经想好他要穿什么了 但他的上衣 我怎么想 都找不到合适的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啊 好了 你看啊 这个娃娃 胖胖的 她穿着陋西装 肯定显得很可爱 对吧 是不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毫无违和感 太可爱了 我们捏出来看一下效果吧 好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专属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总是不经意 走走想起你 走走想起你 关于你的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专属记忆 好了 她的鼻子 差个鼻子 满 终于做出来了 太坎坷了 这个孩子生的 周年齐 就看她的了 超棒 可如果对方不给授权 我们要瞒着令药中头 那不就是冒用她的名字吗 那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 恒书要和令药中对不攻她 对故事来说没什么区别 不过 令药中的授权拿到了吗 先用这稿子定着吧 周年庆这么大的事 绝对不能出什么差子 另外 你们的工作是确保 三天后的周年庆 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 其他的 不管你们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必须给我留在这个办公室 如果我要是再知道 有什么泄露的情况出现 我不建议裁掉你们整个设计 白安柔在故事这么多年 为故事付出那么多 到头来 还不是说舍弃就舍弃 你觉得你的结局 会比她好吗 好 据可靠消息 翻放商场周年庆合作的是 新加坡著名艺术家林药中 但是因为商业纠纷而终止合作 现在这个盲盒 只能是故事的顶包制作 请顾总解释 请问这件事 顾总市长是否知情 请问商业纠纷具体是什么 请顾总正面回答我们问题 是否得到林药中的授权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故事集团 和翻放商场的高度关注 刚才大家所说的一切 纯属谣言 唉唉 好 点出品 人 韩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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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如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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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看看 感谢观看 欢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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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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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 现在医生说了 年轻人压力大 怀孕几率太低 我 我好像想起来 我公司还有事 爷爷 您要是好了 我就先走了 我 我好忙了 你答应我的 我没有啊 你乱说什么呢 什么叫我乱说呀 有本事你争点气呀 你 你这是为老不尊 我走了 爷爷再见 怎么样 我演得不错吧 是 您演得相当不错 只是被揭穿了 揭穿怎么了 揭穿了我爸这层窗户是 捅破了 只能以后再说了 是 您这块老姜绝对了 出去 爷爷刚才说了 你答应的事不能后悔 怎么办呀 我发现您俩真的是亲爷孙 装病这种事你用完了他用 就逮着我欺负呢是吧 我说话可不算话啊 我才不要结婚呢 我事业才刚起步 更别提生宝宝了 我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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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想到爷爷会玩这处啊 自从爷爷跟你熟了之后啊 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他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 家有一老 儒有一宝 领教到了没 都这个点了 咱们直接回去吧 都下班了 都好久没回去看爸妈了 正好咱忙完了 要不回去看看 行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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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家的味道啊 开心吗 开心 你说 静静和小顾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他怎么瘦了呀 瘦了吗 好 回来了 说你瘦了啊 朱姐姐想不回来了 朱姐姐 这大包小包的 不知道还以为是回门呢 差不多吧 恭喜啊 你看这两个人多半肺的 是吗 朱师傅 你又为我点好吃的呀 好 来 这点糖都是你的了 看看你 满嘴猪牙还吃糖 我告诉你哪下去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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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都回来了 他怎么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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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有 伯父你别弄了 这么多菜呢 那个 假期已经结束了啊 这学员们都走了 家里的房子呢 都空出来了 我看这静静啊 是不是可以回来住了 哦 我晓得你的意思了 哎 静静 你看你 你还是一个大姑娘家家的 你总在 别人家这么住着 是不是不太好呀 好说不好听啊 哎 是不是就搬回来 你说呢 嗯 那就 那就赶紧结婚吧 啊 啊 呀 呀 那能说结婚就结婚的 你怎么都不跟我们俩 好好商量一下的 是啊 不是 伯母 您别着急啊 我今天来就是为这事来的 这 你 你想说什么呀 你害羞什么呀 小顾呀 我跟你讲呀 你这样不对你晓得吧 啊 结婚呀 嘎嘎嘎的事情啊 你说讲就讲了 你怎么都不跟我们俩 好好商量一下呢 不是 我们的女儿呀 长得这么高了 哦 你 你说取走就取走了 我跟你讲啊 此时啊 阿姨的心情啊 不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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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机啊 不上机啊 嘎好大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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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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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我们同意的 妈妈 你看吧 还是伯母同性的 那是啊 妈妈我是可爱妈妈来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 好吧 好 太好了 就这么定了 赶紧结了吧 接接接接接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说什么爸妈都说了 你说啥 你看不好意思啊 要不我看这样啊 这个大喜的日子啊 咱是不是得整点啊 又整点啊 那必须整点 小折一点 小折一点 真的真的真的 这样不要喝糕了啊 说来说来啊 伯父 真的 必须整点 来来来 这大喜的日子还不整点啊 来来来 我也要来一点啊 给我也拿个杯子 一起来杯 一起来一下 我也要喝一点的 Enfin礼物 打赫 kin 对 很高兴 획 很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例外 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 爱的无法自拔 想跟你浪迹天涯 相信我这是真心话 在你眼前才是我最真的姿态 什么都不需要去掩盖 总能让人期待 有你在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童话 牵着你 心就回到了家 不管人时间多复杂 你就是我的那个错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属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总是不经意 偷偷想起你 关于你的甜蜜蜜蜜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属记忆 终于明白了 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你是主题 出现在我生命里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之间的 传属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总是不经意 偷偷想起你 偷偷想起你 关于你的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属记忆 终于明白了 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你是主题 出现在我生命里 Oh I love you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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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专属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一起去冲击 一路上风景 见证彼此 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属记忆 终于明白了 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小心翼翼 把你融解成秘密 Oh I love you 我给你摆喝 你摆喝 这个天哪里 你摆喝